花蓮市民代表会在5月13日开议 首先进行市长施政报告 市长威嘉燕表示 4月份的大地震造成花蓮市区严重受损 市公所尽全力协助修复和安置 同时各项市政建设还有经费争取也不停歇 市公所团队全力以赴 要维护市民的幸福生活 花蓮市民代表会第22届第三次定期大会开议 5月13日进行市长施政报告 市长威嘉燕表示 4月份大地震造成花蓮市区严重受损 市公所尽全力协助修复和安置 同时各项市政建设和经费争取也不停歇 市公所团队全力以赴 要维护市民的幸福生活 在地震发生的当下 有很多基础建设目前都有待改善 已经提报工程会跟县政府等等 在这边其实在今年度也争取了 9157万元的一个山校的人行道的一个整合 那也希望说在很多的 不管是在未来的各国中国小的人行道的一个周边改善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让同学步道能够更好走一些 那将我们原有的需带改善以及受损的部分 我们都会一并的来做改善 那在前些日子我们也到客委会争取了 主农活动中心的一个改善案 那是一个文化发电机 那在此之前也做了我们耐震补强的一个作业 那在这边也希望争取到我们的客委会的一个计划 未来能够实施 让整体的主农活动中心能够更多元 下半年度最重要的是我们办理各相关的一些活动 包括我们的期待玩一下那太平洋中国马拉松 那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都会陆续的接续的来办理 那也希望说早日让花莲的市区的 我们商业区的一个部分能够恢复往日的风华 我们也希望下半年度赶紧的让 不管是建设软硬体 那还有我们人流的部分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做 市长威家业上任第二年 市政推展更像轨道 不论是加强基础建设 落实社会福利 推展教育文化 火落观光经济 乃至于国际城市外交 都稳健踏实地在执行 而面对天灾 市公所团队也坚强应对 尽全力守护民众的生活 威家业表示 下半年还有更多任务要推动 市公所团队会再接再厉 打造幸福宜居的城市 戒旅会欢迎市报道 2012年了 中国未来的区别 喜欢的区别 如果你给你 一个区别的区别